飞鱼同学晚上好呀 好我依旧是先来检测一下我们的直播设备 如果能够清楚的听到我的声音 并且能够看到我们屏幕画面的同学们 请在弹幕上给我刷上一波小表情吧 Z0同学晚上好呀 大家晚上好 在直播间的小伙伴们晚上好 我们这周五温度就要升温了 要升到十几度 要换上春装呢 春天就来的错步提防 好的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课程啊 今天是我们韩系风的第15 咱们多风格的第15节课 讲的是韩系风的插画 那这节课我们首先先去看一下 一个韩风的定义和来源 然后第二个来看一下韩风的特点 第三个就来看一下咱们韩风的用色 那这一个男生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案例图 今天就只画一个线稿 如果有时间的话 我就去给他铺一个平铺色 没有时间的话 我们就后天继续啊 周六的晚上把它给画完了 那我们的作业一是可以任意去临摹一张 韩系插画 然后作业二呢 是可以去根据我们的一些真实的真人图片 进行一个创作啊 最低完成要求是要去临摹一张 那我们讲这个韩风 主要是讲的这一个半后图的绘制手法 可能这个画风不是各位同学们喜欢的 就这种韩风不是同学们喜欢的 那同学们如果喜欢就是现在网上比较流行的 这种现代一点点的韩风 也是可以去临摹的哈 绘制手法是一模一样的 这种技法都是一个半后图的技法 啊手动的不行 有这么冷吗 C0同学是在哪一块区域啊 我们在武汉就还好哈 最近都挺暖和的 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来看一下 我们一个韩风的定义 哎呦先来新建一个图层 你喜欢这个 你喜欢这个小渣男 把它换一根画笔哈 换一根带有机理的笔刷 来写字 这个我先收了 一会儿花样力的时候再把它放出来啊 来我们先来看一下 咱们的韩风一开始是从外包由来的哈 从外包开始 然后慢慢的就是走进我们大众的视野 啊你特别喜欢韩曼 是喜欢哪一种男男男女还是女女 挺帅的 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哈 首先呢 这一个是从1970年代开始的 我们的这个韩风从1970年代开始的时候呢 韩国成为了日本的第一大外包商 他一开始是为日本做这个外包服务的 所以就是有些韩风里面呀 这个人物的面部还是受了这种日系人物的影响 会画这种比较大一点的眼睛 这种大一点的稍微偏日系一点的眼睛 然后呢稍微的写实一点的鼻子 然后再加一个写实一点的小嘴巴 一般我们的韩风啊 像这种Q版的脸型跟日系的区别 就是在于写实的嘴巴和鼻子 这个待会儿我们再去看一下人物的脸部的时候 再讲到他哈 现在这里就简单的提一下 那是因为呢 当时哈 就是为什么他在这个1970年代 这个后面之后成为了我们日本的第一大外包商 那是因为在1992年的时候 日本的经济当时就不太好 不太景气 然后很多地方呢都开始裁员 这个因为这个不景气的经济 带来了我们动漫期的低谷 也是在这一时期哈 咱们日本的这种动画制作就开始去大量的找外包了 他们找外包的目光就是投向了这个韩国式 韩国的工作室 因为在这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 这一个时期还有九几年的时候 当时中国的这边发展的还不是很好啊 所以他把这个市场投向了咱们的韩国 那像是我们的千语千询呀 他就是就由我们的一个韩国工作室参与了里面的制作 千语千询算是非常出名的一部动漫 大家都知道哈 就算不学美术的也知道这个动漫 什么 你是干饭大宝贝你来了 欢迎小月月同学啊 啊女神降临啊 这个是改编成的这个电影啊 改编成的电视剧还挺有意思的 来我们接着往下看啊 除了像一开始除了像是作为一个外包公司以外 还有一个就是韩国游戏的一个崛起啊 在韩国游戏崛起是在2001年开始 3D游戏神话 像是这个MU奇迹 他们的出现就是带来了新的商机 这个MU我相信大家都看过哈 MU啊还有这个传奇 在我们现在电脑上面有一些这种广告 就当你打开这个浏览器里面 这些乱七八糟的这种小广告呀 就有这个传奇的游戏 有时候你电脑中毒了 他就会自动下载这个传奇的游戏哈 这个传奇游戏当时也是传入了中国 当时有这种游戏机一般就是去这个网吧 外面玩这个游戏机大部分就玩的这种游戏哈 所以就随着这些游戏的发展呀 那我们的这个韩风就冲向了亚洲 并且向周边的世界加快了他的步伐 然后慢慢的才形成了一个韩国风哈 好那韩风的形成呢 它其实是由一个日系与欧美的结合版本 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他的整个脸型呀 是偏一个日系的脸型 但是呢 他的整体的这个身体啊 是一个偏欧美的身体 也就是说他的身体是比较写实的 脸部是比较的Q的 比较的可爱的 但他就是 也就是说 他是在结构上使用的欧美的写实结构 然后在审美上 还是延续了我们亚洲的审美 尤其是日式的审美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张哈 第一张这一个整体的话 我们乍一看 它是一个比较写实的一个状况啊 而且呢 它是一个欧美化的一个形象 但其实呢 它是最早期的一个韩风 你看 这个人物的 其实整个脸部 它还是偏一个欧美风 因为咱们的这个韩国 还是受这个欧美那一块的影响特别大啊 所以他们有早期的画风 刻画这个男性就喜欢让他 刻画的更西方一些些 就比较的欧式 但是你从他的这边的眼睛上来看哈 他还是一个偏韩风的感觉哈 因为韩国人 就是他们在去刻画这个男性的时候 他们画眼睛都是比较喜欢画这种斜长一点的眼睛啊 就这种眼睛 而且大部分的时候 他们这个双眼皮不会像是我们欧美一样 把这个双眼皮刻画的很深 因为欧美五官深邃 所以在画双眼皮的时候这边会着重的刻画的比较深邃一些 但是在韩风里面呢 他们的双眼皮一般都是比较的单薄 然后整个眼睛的话呢 就是处于一个比较狭闯狭闯的状态哈 这就是韩风的一个眼睛的特色 在画男性上 那这边的女性我们可以看到哈 就只看脸的话 他的整个脸型还是一个偏亚洲的审美 对不对偏亚洲一点这种鹅蛋脸 大眼睛小鼻子小嘴巴 但是他的身体我们可以看到哈 他这种肌肉的块状非常明显 而且他是比较壮实的 你看像他这边的一个手臂 你看他画的像个男人的手臂 把他的下面这种脂肠身肌啊 公饶肌啊画的非常的明显 但是其实像我们看到这种日系的画风 他们在刻画这个女性的手部的时候 他可能就稍微把我们手肘这边的一个 横起来的时候这边两侧的一个肌肉 稍微的去给他概括出来 然后连接到他那个手腕 然后再去画他的一个手指的这种感觉哈 他不会把这个肌肉的里面的这一些内部结构啊 刻画的这么明显 只会简单的概括一下 这个就是在一个身体上咱们一个日系和韩系的一个区别哈 然后下面的话 这是最早期的一种韩系画风 然后因为时代慢慢的发展嘛 审美也有提高 所以在后面的时候呢 咱们的韩风啊 他就慢慢的画的好看的 你看他这个人物整体来说是写实的身体 但是他并没有像我们前面这个地方一样啊 你看去给他过于的写实啊 画的像一个男性 像一个念的这种健美的健美肌肉的这种感觉哈 他整体来说还是保持了这个女性身材的柔美特点哈 结构依旧有像这边的攻二攻三呀 尖三角肌他依然有 但是他没有说把它刻画的特别明显 像刻画男子一样哈 那这一张图的话 其实啊 他这个下面的这种寓意哈 有点像是一个名画 像是这个什么水神 维拉斯的水神还是什么啊 一个名画的这种固图去改编的还是挺有意思的 然后这边一个人物也是的 你看他的整个脸型啊 整个脸是不是非常的有点偏日系的感觉 对不对 眼睛非常大哈 然后他的嘴巴在日系的基础上稍微改了一下 就把我们的鼻子写实了 然后嘴巴也稍微的给他写实化 如果是日系的话呢 他这个鼻子可能就是把一个点点 或者呢 给他加一个这种三角形的光在上面 然后嘴巴的话 可能就只给他哎 画一条线进去啊 比较的简单 但是像是在这个韩系里面呢 他结合了的日系的话呢 会稍微的给他添加一点点写实的东西进去啊 然后整个脸蛋的话 像是我们画这个日系的话 这个脸 脸用的最多的就这种圆脸 对不对 非常圆的这一个 他的旁边的脸带 这一块会非常圆 圆完之后到下巴这里 他会非常的尖 这种是非常常见的一种啊 非常尖的一个下巴 但是在我们韩系里面 他去用这个脸 其实类似于就是这种鹅蛋脸啊 他走下来 然后到嘴角的位置 稍微让他凹进去一点点 然后再给他带过来 然后把他的这个小下巴 稍微的标一下 有点像一个这种鹅蛋脸的这种脸型去表示哈 斗罗大陆 这个稍后我们搜一下哈 我不太记得这个斗罗大陆里面的角色长什么样子了 但是他算不上这个韩系 因为斗罗大陆不是国类制作的吗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下方的这个身体哈 你看他整个身体还是一个比较写实的状况 像是他膝盖的结构呀 然后像是他的一个腹肌呀 对不对 腹肌还是有一些些的表现 对不对 还像他手部的这种肌肉的转折点哈 这个是慢慢进化的就是变得更好看的一些寒风哈 然后再到下方的这种内型啊 像这边也都是啊 一个比较的哎比较寒系的一个五官 再加上一个比较写实的身体 然后除此之外还有还有像这种 这种是在网上比较火的 现在比较火的一种寒风哈 他整个的话还是去基于的一个写实 就在写实的基础上去给他添加了一定的美形 就相当于啊 这个美心理相当于是我们开了每年相机 开了每年相机去给他绘制 因为我们在去画这个 就是在去画人物的时候呀 就是用绘画的形式来表现 除了这种写实的这种风格以外 像是我们画其他的这种风格 都会稍微的给他美形一点啊 像这种美形后的也是在市场上的接受程度比较高的 因为大家都会比较喜欢美的东西啊 你看这一个人物的整个脸型 你看他是不是把这边的 这边被头发遮住了看不见 但是他这边的这个眼睛的 眼睛的这一块区域的结构也是表现出来 像这边往你凹 因为我们整个人物的一个头骨哈 上方不是一个圆吗 这个圆的这个角是到我们鼻底的位置 那到鼻底以后呢 这边是有一个可以理解成我们太阳穴 哎太阳穴这边凹进去的一块啊 然后从这个地方 哎然后这边的凹进去的一块 在我们去画正面的时候呢 哎你看他就会有一种这种凹进去的结构 然后你再去给他走下来 然后这边是他的一个小侧脸 你看然后在这个小侧脸之内 他没有给他过度的像日系一样夸张 给他画这种尖角下巴 他还是把我们下巴 好我们人正常走下来哈 下颗骨的位置 然后到这边的下巴 下巴这个厚度他还是去给他表现出来了 对不对 然后这边呢是我们的一个下颗骨 那我们正常人的下颗骨 有时候如果完全的写实 那这边的下颗骨看起来会比较的粗壮哈 那你这样看这边下颗骨会非常的粗 脸就有点像骨子脸 那这里的话 他在脸部的美形 就是把我们这个脸形稍微的 哎这边稍微的收了一下 微微的往里收了一收 没有把这个骨架画的非常的明显哈 是在你眼形上有这种轻微的去给他进行的一个美形 然后像是眼睛的话 就是整体的这个眼形还是一个比较写实的 但是会给他放大 然后鼻子的话 你看眼睛一放大 把他的脸角 内脸角给他拉长一点 那这个鼻子随之而来的就给他变得非常的小巧 精细了对不对 然后再来一个嘴巴 对不对 嘴巴还是稍微偏写实的 然后除此之外这个身体的话 依旧是按照我们写实这种风格走的哈 好 这是关于一个我们韩系风的一个行程 来我现在来搜一下哈 这一块讲完以后我就来搜一下 刚刚这位威力同学所提到的 斗罗大陆 斗罗大陆好像是古风的哈 斗罗大陆 这一个哈 这个它是古风啊 它并不是韩系啊 也不是日系啊 它就是我们中国的古风 只不过我们的这些风格 它都会用一定的这种美形去画它 这很正常 透过大陆 它这个是属于我们的一个原画的设计 然后再用建模建出来的 就成 然后建成这种3D的感觉 我们再去观看哈 好 那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咱们寒风的一个特点 我们刚刚其实在前面已经提到了 这个寒风的特点哈 就是一个日系与欧式的结合 脸部可能会偏的比较的日系一点点 然后到它的身体就会稍微偏显实一些 然后随着我们的发展呢 我们可以看到像这种是非常典型的这种寒风 对不对 这种一看就是乍一看 就是非常典型的这种寒风 那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们欧美 就是我们寒风的人物 它刻画都比较的唯美 身材比例相对来说真实一些 也是会偏写实 它是在写实的基础上 给它进行了一个美化 材质的刻画也更厚重一些 这也是为什么大部分的这个韩系 都是用一个厚图 或者是半厚图的手法去绘制哈 厚图 或者是半厚图 这两张手法结合去绘制 那很多都是一些唯美的面容 加一些大长腿 人物性感高挑有气质 那这一个人物啊 它整体的给我们的感觉 就是一个比较的性感的感觉 比较高挑的感觉啊 为什么呢 是因为它为了让我们的整个人物 显得比较的性感 比较的冷淡 它会去把这个脖子 适当的去给它加长一点 让它拥有这个天鹅颈 天鹅颈会增加我们人的一个高能神秘的感觉哈 天鹅颈 除此之外是它的手指 手指也会画的相对来说 有骨骼感一些哈 有这种骨骼感 也就是把它刻画的写实一些就OK了 然后整个人物的面部 其实它还是带有一点点欧美的感觉进去啊 比如说这个挺拔的鼻梁 再加上这个性感的嘴唇 这都是有一点点的欧美特色在里面的哈 但是它整体的这种眼睛和这个眉 和这个眉毛的整个眉间距的这个 呃感觉还是走了我们亚洲的这种风格 因为我们亚洲人的这个眉毛 到眼睛的距离会稍微格的宽一些 但是像是欧美的人 因为比较的深邃啊 这边比较的深邃 它的这个眉毛和我们的眼睛会挨的比较的近一些 这个同学们去看这个写 看真实的摄影照片就可以观察出来哈 这是一种偏半厚图的绘制方法啊 然后像是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这边一个人物啊 是一个男性哈 它整体其实是一个卡通 稍微偏漫画 卡通漫画的这种感觉 那它的一个绘制手法 也其实是用我们的一个日系的绘制手法 也就是单纯的色块 塞路路的上色方式去给它把这个明暗切块切出来 但是它整体的话 在一个造型上还是有了寒风的这种感觉 首先是它的一个眼睛 我们刚刚所说到的就这种狭长的眼睛哈 就是在寒风里面用的比较多的这种眼睛 而且你去看它的一个双眼皮 哎 并没有像画这种欧式双眼皮画的这么深 是不是 它的眼皮也是一个稍微窄一点的双眼皮 再者就是它的整个身体 一就是看过韩曼的同学应该知道 韩曼里面的男性是不是都是肩宽 肩特别宽 你看它这个肩膀拿它这个头做比例 我们来看一下它有多宽 一般这种寒风的肩膀宽可能会延至三个头宽 更有甚者它可以是四个头宽 特别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丹美的这种漫画 你看它整个肩宽是头宽 是三个头宽 对不对 但其实像是我们正常人的这个身材比例 头宽是男性的头宽是2.5个头宽 对不对 但是我们再去画这种漫画里面的男性 为了让它显得更有这种男子气概呀 给你的感觉更好 我们可以把它的肩扩展到三到四头 那有一些就是画这种单美的 就为了区分这个宽的区别 那它的宽可能是三个肩宽 那它的宽可能它的肩宽就会到四到五个肩宽 就会显得人更壮硕 所以说我们在去画这个人物的时候 都可以适当的给它进行一个夸张哈 主要还是看我们绘制的角色的性格和特征去决定 好 那我们接着再往下看 我们以上 我们上面看的一个是半户图 一个是这种偏塞路的上色方式哈 而且面部更卡通一些 稍微的就没有那么写实 那第一张呢 它还是稍微的偏写实一点点 给它进行了一个美心 除了这两种寒风的画风以外 还有像下面这种类型的哈 这种类型的寒风 它有点像我们的巴洛克和洛克克这种风格 就非常的 你一眼看上去就觉得它是富贵有钱 对不对 整个画面这种装饰性的东西非常多 这种装饰性的花纹 你看装饰性的花纹 还有这些宝石 然后颜色用的也是比较的富丽堂皇 比较的厚重的这种感觉哈 那你看像这种风格里面的女性 她的眼睛 还有她的鼻子和嘴巴 也是一个在写实的基础上 进行的一个美形的状态哈 像是这个手部 还有这个衣服的地方 还是按照一个写实的状态 去给它刻画的 王者荣耀也是我们的古风呀 王者荣耀里面的角色设计什么的 不都是古风的形象吗 对这个就是属于 就不属于我们这种 就像我们现在学的这种插画的风格了哈 像是多罗大路呀 王者荣耀 这些它都是属于一个原画里面的游戏角色设计 那又有它的一个分类哈 来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个 下面这个也是取决一 取的一个游戏里面 这个游戏里面就是画的比较的寒风呀 你看整个脸脸部都是非常的卡哇伊可爱 对不对 然后但是它的衣服 还有它的这个身体结构 大家可以看一下 非常的写实啊 从非常明显的这种肌肉结构 肌肉概括 还像这边的 不玩 我就天天看着歌川老师 还有我们淘汰老师玩 但是我平时玩游戏玩的很少哈 就是对游戏这个东西不太感兴趣 没有影 但是我会去看一下里面画的比较好的皮肤呀 场景呀 这些东西 就是有一定的了解 但是了解比较少 然后像下面这种内心也是啊 也是一个比较的可爱的五官 偏日系的五官 对不对 但是它的身体呀 还有这种手部呀 大家可以看到哈 还是一个非常写实的这种手部啊 像这种内心的也是一个我们寒风哈 然后除了这几种风格以外 还有下面这种也是我们刚刚所看到 前面看到这种内心的哈 一种风格 就是这种美形化的 基于写实的基础去给它进行一个美形 整体化的就是偏一个半后图的方式去绘制的 然后下面这个人物也是一个 我们刚刚在前面看到的第一个男性是一个 是一是一是一个比较卡通的风格 偏这种日系的方式去绘制的 对不对 但是呢 在下面这个人物的话 他也是一个卡通的形象 但他的绘制手法依旧是用了我们一个半后图的 这个绘制手法去画的 所以说我们在去画寒风的时候 技法不限哈 技法不限 就你可以去画这种平图的风格 也可以去画这种半后图 也可以去画后图 也可以去用日系的方式给它画 都都可以 我们重点就是区别于这个寒风 怎么区别就是从我们人物的这一个 呃 念五官上来看 还有这整个画风上来看 那画这种男性和女性 我们可以去找这个韩国人的参考 像是画女性的话呢 如果想画这种偏写实一些的 基于写实像这种美型的哈 我们就可以找这些韩国明星 像是IU呀 呃 智雅呀 对不对 还有这种 还有像是什么 炫雅是吧 这种比较有韩国特色的女性去画 然后像是男性的话呢 你看这一张图是不是长得特别像 呃 那个叫个什么呢 叫阎皮罗曹的男主 大家知道 知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皮罗曹的男主 那一位同志 都好好看是吧 所以这风格都可以画 有没有同学知道呀 呃 李中硕是吧 对对 我想起来了 李中硕 可以去参考他的五官呀 非常像哈 这种微笑唇 上下基本上一样厚 然后一个狭长一点的眼睛 单眼皮啊 或者双眼皮不明显 对称幽影也非常像 还有那个 呃 某天灭亡走进我们家门里面的男主角 叫什么 叫什么国来着 他也是啊 他的五官也非常适合做参考啊 因为韩国人这些男性 其实都微微的整了一点点 所以看起来就很慢画年 所以大家可以直接去参考他们画 有年头了 确实有年头了 那以上就是我们韩国的一个呃 人物 人物的一个特点哈 主要就是高挑 对不对 比较的高挑 性感 大长腿 男性的话也是肩比较宽 女性的话也可以给他画的偏写实一点 那像是这种写实的 我们就可以基于这种 呃明星去给他画这种比较的 基于这种明星哈 然后去给呃明星的话 他们一般正常人的一个脸型 还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这一个三亭五眼去画的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现在随便来给他整一个脸型 这个是一个就是正常人的一个脸型结构 对不对 那我们再去给他进行一个美化的时候 就可以在这个结构上去给他进行一个优化 优化的点就是我们可以把他的这一个脸型稍微的给他缩小一点点 依旧是一个头盖骨的圆对不对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 我们把这个下巴稍微的给他往上提一提 然后把脸部这一侧也稍微的美形一下 给他饶过来 哎稍微的下巴接一下 让他窄一点点 给他进行一个美形 你看就下颗虎不要给他表现的那么明显哈 稍微让你圆一点 然后再去给他刻画一个五官的时候呢 这边的眼睛我们也是可以去给他画的稍微的圆意 就是偏这个韩细的眼睛 第一个就是像这种狭长那一型的眼睛哈 狭长的就是画女性比较的高挑性感 你可以给他稍微的戴一下 就画这种鞋狭长一点的眼睛 然后双眼皮盖一下 然后上面给他加一个眉毛对不对 然后眉毛和眼睛的眼间距 如果要年龄比较小的话 你就可以把这个你眼间距稍微的给他 哎留一留宽一点点 然后呢到下面的话 这个鼻子因为我们的眼睛你去给他美形化了 那这个鼻子你就可以稍微的给他画小一点点去给他稍微的表示一下 然后再来到一个嘴巴 嘴巴依旧是在眼睛的差不多中部的这个位置出我们的这个嘴角 稍微的让他小一些 然后呢你再去把这个性感的这个嘴唇给他画一下哈 除了像这种哎稍微的狭长一点的眼睛以外 我们还可以画现在比较流行的一种眼睛啊 就在网上非常火的哈 就是稍微的眼睛圆一些些 圆一点点 然后比较的写实 整体来说他比较的写实一点点 眼角就有点像是安据拉贝比 稍微的再Q一点点 我们的大明白同学来的有点晚哈 记得听回放 然后你再去画下方的这个眼睛的时候呢 就可以把他的下至眼瞼给他拉的稍微的长一点点 哎这边内眼角下至眼角 就这种就是那个网上合伙的一个画师叫瓜老师啊 就不是我这个瓜的瓜啊 就是一个英文的瓜 一个拼音的这个瓜 这个画的也是就比较寒风啊 整个脸型都是比较的寒风的脸型 然后你稍微的去把他的这个眼睛的下眼瞼 就是让他类质一下 给他概括一下 然后这边的眼就 然后再来给他加一个厚厚的卧蚕进去啊 这种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一种的眼睛的画法 然后再去把他的这个双眼皮 给他稍微的加一下啊 然后五官什么的没有变啊 五官什么的还是稍微的让他细长一点 忘了今天有课了 然后再去给他加一个这种的眼睫毛 就非常的这种寒细的这种眼睛啊 然后除了像这种内心以外呢 这种是稍微偏写实一点点的哈 还有像是呃画这个偏日系一点的 日系一点的脸型的话 我们还是走一个稍微的写实一点的脸型去给他画哈 就是这个依旧是一个圆圆的这个头部 然后然后呢在这边走下来之后 眼睛的这个位置 我们还是需要给他标明一下 然后再把他这个稍微圆一点的脸画过来 因为我们日系的这个脸型就是一个偏圆一点的脸型 走下来之后呢 你再来把这个小下巴戴一下 下巴还是给他留一点点 不要让他太尖了哈 不要让他太尖了 寒风里面很少有日系这样的尖尖 我换一个橡皮擦 有日系这样的尖尖下巴 很少哈 然后你再去给他 稍微的带过来一下下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下颌骨 对不对 但是我们不要去给他表示的太死了 稍微的给他盖一下 盖一下之后 然后你再去给他画一个眼睛五官 那这个眼睛也是一个就是日系一点的眼睛哈 稍微的让他卡哇伊一点点 可爱一点点 这种圆眼睛去概括一下 脸型就 然后鼻子的话呢 可以稍微的画的写实一些些 就把这个鼻子的形状概括出来 但是也是小小的哈 不要很大 然后嘴巴也是 就是跟我们韩日系的区别 就这个嘴巴也可以给他画的 哎 稍微的写实一丢丢 走下来就可以去把他这个嘴巴的结构给他画一下下 比如说他张一个嘴 然后这个张的嘴唇 那我们这个嘴唇你就得去给他画出来 然后嘴唇的上方 然后里面可能就是有一些牙齿什么的 也是这个嘴巴画的有点丑哈 我们改一下 就要给他稍微的写实一点点去表现一下 表现一下他的这一个嘴部的结构 先把他这条 哎 线画出来哈 那就是我们嘴巴的线给他画出来 然后你去把他这个嘴唇 上嘴唇和下嘴唇 这个结构都是要去给他画一下 就稍微给他画的写实一点点 然后再去给他进行一个五官的调整 就是他这个五官的位置 一就是没有非常的死板就根据我们的画面 你稍微去调节一下啊 因为我们日系的五官大家也知道哈 非常的简单 就不会要求的有这么的呆板或者是死板 就在这个基础上慢慢的去调啊 眉毛的话也可以稍微的日系的眉毛就一条线 对不对 那稍微偏韩系的这个脸 加一点日系的风格 那我们这个眉毛也是可以稍微的往上挑一点 眉毛画的好看一些些 然后你可以再去把这个眼睛的结构给他画出来 因为就是这边可以给他带一个眼角 就整体的刻画是可以比较走写实的刻画哈 就眼角也是去给他画一下 但整体的这个眼睛还是就是圆圆的 可爱一点点的这种眼睛去给他表现一下哈 这个是两种的类型哈 什么某baby不是整容的吗 手机上都是他画的啊 而且实际上都是这个瓜老师画的这种眼睛哈 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呃 韩风的一个脸型的特点 大家就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选择哈 那下面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咱们的一个用色 那其实韩风的他的用色并没有说有什么固定的要求 我们可以看一下 但他主要是分为半厚图和一个清新一点的画风哈 这两种类型用色微微有一些区别 那像是半厚图他的这种用色呢 就可以说是比稍微的像这种比较传统一点的哈 颜色就会厚重一些 我们也可以看到整体画面颜色饱和度相对来说都会稍微的高一点点 然后颜色整体来说给我们一种比较厚重的感觉 然后像下面这种轻稍微清新一点的颜色 他其实他的饱和度和明度也都是成一个正比的对不对 然后像这种颜色呢 就是稍微的偏灰一点点的一个颜色哈 整体是漫画风 但是他也是这个身体的刻画还是一个平图 加一点渐边色进去 但他的头发都会刻画的比较细致哈 然后下面这种就是漫画风 两种都是漫画风 这个就是一个平图的绘制方法 然后这边的话呢 是头整个来说五官是一个平图 但是身体啊什么之类的就是一个厚图 半厚图的方式去给他画的 这是第一种半厚图的风格 然后第二个像这种清新风的话 就采用一个平图 加一点点渐边色进去 主要整体是以线条为主 你看身体上的结构都是一个以线条为主来表现的 然后下面这个就是一个寒风的RX 寒风的RX 我们可以看到寒风的这个RX整体来说 他的这一个人物也是一个偏修长的感觉 对不对 那你看他的这个头身比 一个两个三个 哎四个差不多五个头身 那我们再去 在我们画我们自己的这个RX风格的时候 我们一般画这种比较可爱的 是不是都只会画一个两头身 或者是2.5头身的样子 是不是 他所以说他这个整体来说都是一个偏修长的感觉 包括这条狗都是有点这种长腿的感觉 然后像这种风格啊 就也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厚图半厚图 整体说偏写实的 大家可以看到 他的整个眼睛就是这种圆圆的眼睛 有点狗狗眼的这种感觉啊 然后里面的话就这个下肢眼瞼这一块会表现的非常的明显 然后给他加一个厚厚的卧残 再去给他画一个双眼皮 然后再来一点眼睫毛给他添加进去啊 因为眼睛 他的这一个外眼角和内眼角这一侧给他去扩长了 眼睛变宽了 所以说呢 他的这个鼻子相对来说就会变得非常的小 非常小巧的一个鼻型 然后再加上一个稍微也是小巧过的嘴巴哈 稍微美型后的一个嘴巴 那他的嘴巴也依旧是一个偏写实的这种嘴型哈 好 然后像这个风格的话 他也是一个韩风 只不过他上色的技法是用一个水彩的技法去表现的 整个颜色也是比较的清新的 你看像我们韩风的这个用色总体来说 他既有这种厚重的用色 又有这种稍微偏灰一点的用色 还有这种稍微偏清新一点的用色啊 所以说这个颜色的色调就是让我们自己去选择 看一下我们喜欢哪一种色调 他没有一个具体的限制哈 还有说就是我们在去选择的时候 自己喜欢哪一种技法去画他 就选择哪一个技法 然后根据自己相对应的技法去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配色 去搭配着绘制哈 好那这一块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理论部分 大家有问题的话就提问 没问题的话给我刷一个三 那我们就开始绘制今天的案例 好的 那我们就开始画一下今天的这一个案例啊 我把这个笔放过来 这个寒风大家有没有想要做笔记的地方 因为我觉得这些 其实没有什么 就是一个都是一个比较浅显易懂的 没有这种比较复杂的 比较需要我们注意的点 所以我觉得是可以不用做笔记的 如果你们想要做笔记的话 就在弹幕里面说一下 看一下哪里想要做哈 我就给他给你们截个图 那我依旧是用这个线稿笔去给他起一个草哈 我先来把音乐放出来一下 我看到白哲同学在群里面说终于要画男人了 对今天要画一个男人 没有想要起草的地方吗 没有想要截图的地方吗 那我们就开始画了哈 画这个男性 大家平时下去有没有练习人体啊 看我的花术总是终于 臭男人有什么好的 来 对来晚了 记得要补一下回饭哦 大家平时下去有没有练习人体啊 有时间的时候 人体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啊 就是而且它比较的磨人 就是需要你经常画 不然的话你就画不好 有是吧 好的 全部都要截图 全部都要截图啊 笔记全部都要截图啊 好 那我们画完之后我们再截图吧 画成外星人了 就是我们整个这一个人物的话 给他当成 我把这一个原图给他放过来啊 你看哈 这一个人物的话 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去分析一下 待会画的时候就比较好画 我重新给他拖一张进来吧 重新拖一张进来 放在挂在我们旁边 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哈 像这一个男人哈 我们在去画他的时候呢 就先来分析一下他 我们先来把他的头 概括成一个椭圆形 因为他是一个侧脸 那我们概括椭圆 千万不能这样去概括啊 就是把他的头发给包裹进去 因为我们头发 他并不是贴着头皮的 他有厚度 所以这个地方才是他的一个颅顶 然后给他转过来 对不对 转过来之后呢 走下来 走完以后呢 再往下走一条线 圆的一半一半的线条 那像这个样子 大家来看一下 这边是不是就是一个 他的整个头型 如果这样画的话 就是一个侧脸 然后这边就是他的一个十字线 十字线的二分之一处 就是眼睛的一个结构 然后你再去给他添加一些鼻子 这个还要再往后移一点哈 哈 然后这边的话呢 因为其实当我们人有一个 这样的侧面的话 这个下方这一块 是有一个三角形的区域 是他的一个下巴 然后再连接到他的这个 后脑勺的这个地步哈 但是的话 因为我们现在画的这个是要美形 所以说这个下巴这一块 这个三角形就不要去画 因为你画的这个人物 就有一个双下巴的 就不好看 所以我们就去给他美形 不要这个地方 然后给他收下来 这是他的一个头部的结构 然后头部结构完了以后 就我们身体 身体就找他的一个三线 首先是他的这个地方的一个锁骨线 大家要给他连接过来啊 这个人物的肩是比较宽的 大概有一个我看一下 一个头两个头三个头 大概是3.5个头这个样子 然后这边哎 我们把这个肩线给他找到 这个肩线下巴微微的 他的肩膀微微的往下低一点点 找好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确定他三线中的第一线呢 对不对 一个锁骨线 锁骨线确定好了之后 我们就要把他的整个脊椎线画下来 先是他的脖子这一条线 走下来之后呢 再到胸腔 胸腔是朝这边挺起来的 所以我们这条股线就要拱起来 拱起来之后呢 再到我们的持股 他就要收回去 持股下方我们就看不到了 这个就又把他的一个线确定好了 他的第二条线啊 第二条线确定好了之后 我们就要确定他的第三条线 就是他的一个跨股线 那在这里呢 那在这里呢 我们的下半部分看不到 所以我们不标他的跨股线 不标他的跨 标他的盆线 那盆就大概在这个区域哈 咱们的盆腔可以去摸一摸 在我们的腰下方啊 就是咱们的一个盆腔 好 这盆腔的线 那这样我们就是把这个人物的一个三线标好了 你看他整体的这个动作感是不是就出来了 对不对 出来以后呢 再在他的基础上 我们依旧去把他的一个中间的躯干加一下 我们人体的三大躯干 第一个就是咱们的一个胸腔 对不对 然后胸腔下来之后 就咱们的一个小腹 小腹走完之后 就是咱们的一个跨 也就是我们的盆啊 盆加跨这一块啊 这个是我们人体的一个三大躯干 那我们首先就来把他的一个胸腔找到一下 胸腔的一个宽度 什么 广东人今天只发现 对今天只发现 蛤蜊就是会脸和脖子一般粗 对的 蛤蜊就是这个样子啊 所以你会觉得他的这个脖子很粗 看来我们的李渣渣同学还是漫画看少的 身材 而且身材很好 对 我不是广东人啊 对身材就会非常的棒 宫二头肌 尖三脚肌 咱们的八块腹肌 再加上的人鱼腺 全都能看到 你看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去把他的一个胸腔的位置大概标一下 标好了以后呢 下面就是一个 呃这个胸腔可以再长一点点啊 这个就是大概他的腰的位置 然后你再来去把他的这个小腹给他加一下 你看这样一来这个人体的这个结构躯干是不是就出来了 你看我们再来把这个一关 他整体的这个架子是不是就出来了 出来了以后呢 你再来去把他的这个手臂的这个结构 他的一个鼓点 哎 他的一个结构点 全部都去给他找一下 你看这边 然后再走下来 你看这样一来呢 我们关掉 他的整个动态是不是就出来了 动态出来以后 你再去上面把他的这些肌肉给他加进去 那我们这个人物是不是就顺利成章的给他画完了 对不对 那我们在这个圆图上分析完了以后呢 我们就按照自己分析的这一个内容 然后去旁边画一下哈 就到我们旁边把这个男性给他画一下 看一下 那把这个图收进去了哈 免得放在旁边有点挡路 来 也就是 哎 先用黑笔画啊 用黑笔去给他画一下下 在这个人物上 我们去把他这个头部的结构给他表示一下 先画一个椭圆 这个椭圆形呢 就是我们人物的一个 颅顶到我们鼻底的这一个部分 好 到完以后呢 再从这个圆走一个二分之一的线 圆形的一半的半径走下来 把我们这一个男性的脸型 哎 给他标一下 在这个椭圆里面 我们去给他切一个大约二分之一 然后 少一点点 从这边 这边数一半 再让他 再往这边走一点点哈 三分之一的距离嘛 这个地方差不多就他耳朵的一个位置啊 耳朵是从我们眼睛的这条线 一直到我们鼻底这一个弧线 对不对 然后你再去把他的这个下颌骨 给他标一下 标好了以后呢 从他的后脑勺这里 来把他的这个脖子给他出一下 那这样我们是要把他的一个头型 给他确定好了 对不对 确定好了以后 韩风有透视吗 所有的人物都有透视啊 你画Q版 Q版也有透视呀 对不对 这个是一直都存在的哈 只是说Q版的角色简单一些 好画一些哈 但他的这种转面透视也是存在的 然后我们再来往下走的话 我们就要去确定一下锁骨线 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锁骨线是在哪个位置 锁骨线是不是在我们第二个头长啊 差不多第二个头长一个二分之一往上走一点点的位置 对不对 那我们就去给他标明一下 这是他的一个锁骨 锁骨的一个动作 我们把这个肩膀的线给他画一下 这是他的一个肩线 好 然后再来到他的下方 哎 脖子 然后来到他的这个胸腔 胸腔的线 固过来 就是按照我们刚刚讲的这种弧度走 对不对 然后再给他收进去 到我们尺骨的这个位置 好 说好了以后呢 我们来把他整个胸腔给他画一下 胸腔的这个开始的地方 是在我们这一个脖子里面 咱们的脖子 脖子里面叫颈椎对不对 颈椎这个地方出去一点点 三分之一的地方出去一点点 是画我们胸腔的位置 那你去给他稍微的把胸腔概括一下 好 然后这边我就画宽一点点 因为他整个身体是非常宽的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侧面 是他的一个侧的转面 画平图的行吗 可以啊 画平图的也可以啊 但是你要绘这个半后图的绘制方法 平图也可以 不知道问出来会不会很小白 为什么画人要先画人体结构 而不直接画衣服 这个呢就是当你去临摹的时候 如果你不想练习人体结构 你只想画这种速写 去练习 锻炼一下自己的这个 就是看图写 看图画画的能力 你可以不画人体结构 你可以直接把这个人带衣服一起画下来 这个就是一个速写的绘制方法 我们都是不画这个人体直接开始画 对不对 看着照片直接对照片的衣服画 这是第一个 那我们再去 就是我们在画 为什么有时候要画这个人体结构呀 这个是不局限于首先画这个人体结构 第一个是当我们去临摹的时候画这个人体结构 可以画的更准 也可以再次锻炼我们的人体 就对我们的人体进行一个锻炼人体 这是它的第一个好处啊 在临摹方面的第一个好处 那除了临摹以外 就是我们原创的 那我们原创是一定要去画这个人体结构 再去给他穿衣服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因为你在原创的话呢 你画完这个人体结构就有这个动作了 我们跟着这一个动作去给这个人穿衣服 就衣服就是穿上去的 这个衣服就是一个穿上的状态 因为有你在这个人体肌肉结构上 你去给他穿衣服 你就知道哈 比如说这里是他的一个胸肌 那当我的衣服给他走下来的时候 啊我这个衣服的褶子 我怎么去画它呀 这里有胸肌会不会把这个衣服顶起来 对不对那我们就知道了 那胸肌下方 那是不是就可以去给他加一点褶子进去 对不对 所以说就是你画这个人体结构 是为了就是让我们去更好的穿衣服 更好穿衣 然后更好穿衣 更好的去找这个褶皱 找衣服的褶皱 和穿插关系啊 和穿插关系 这个就是为什么要去 就是去画这个人体结构 怎么办 记呗 还能怎么办 这个能怎么办 他又没有什么诀窍 又没有说 我跟你讲一个小秘密 你就能把这个 哎呀 你就能把这个东西全都掌握 没有哈 撤回一下 没忘记分屠层了 把撤回一下 不难记得 你就多去画几个人体 边画边在脑海里面默念 第一个头长的位置在哪里 第一个头长就是大脑的头 然后第二个头长的位置在哪里 第二个头的话 是在我们的一个胸部的位置 对不对 然后第三个头在哪里 第三个头在腰部的位置结束 第四个头在我们的持骨 第五个头在大腿二分之一处 第六个头在膝盖 第七个头在小腿二分之一处 然后第八个头就在我们的脚背 这个地方 就边画边默念嘛 这样你就知道了呀 都吃念出来的哈 好 然后我们继续继续来 然后这个地方就是他的一个胸 一个小腹 小腹我们就用一个这种 火圆形去概括一下 然后把他的朝向给他画一下 然后再来到这个胯部 找一下我的这个涂层 看一下 然后把他的这个胯给他标一下 他这个胯这个地方呢 也是有一个转面的哈 比如说这边 他也是有一个小小的转面 可以看到一点点他的屁股 是他的一个侧面的结构 我们也要去给他展现一下 好 那这边走过来一下他的这个画 有一点点的小小的这个透视在里面 好 然后我们再来继续 我看一下 什么老师给了八个技巧 什么技巧 就是记嘛 纯记 记个笔记呗 时不时翻出来看一看 是的 你说如果念人体没有用的话 那怎么可能会有说画画要念人体这一说呢 对不对 既然是说的 那就肯定证明他有用嘛 啊 这边就是他的一个肩膀 肩膀也画的非常宽啊 我就简单的打一个关节球 然后这边走过来一个关节球 然后再到他的小手臂的位置 小手臂 然后手掌 然后这边走下来 就简单的去给他定一下位置 那他的整个 把里面有遮挡的地方擦掉 那他整个躯干是不是就出来了 整个这种躯干的结构就出来了 那我们就开始在这个躯干上去给他进行一个西画 上解剖课 这个头我就不想画了 我就给他扣出来 给他扣出来先把这个头 好 来把下面的刀断一点 然后从这个头开始 我们再去给他画一下 把这个头画一个红色 感觉人体的单子单价都不高 那要看你接的是什么单子了 而且还要看你画的是什么画风 主要还是看你的精细程度 如果您就只画一个人体 然后再去做一个平铺色 那价格肯定高不起来 还是要根据我们画面一个精细度去完成的 那这里呢 我们就来去给他把肌肉添加一下 这边是他的一个肩膀肩膀走下来 这个是给他夸张化了哈 所以说从这边啊 这一块都是他的一个肩三角肌 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一下 斜方肌嘴物哈 这边一块都是他的一个斜方肌 就是稍微的给他画的熊壮一点点 那这里的肌肉我就不画的很详细了 就简单的去给他概括一下 然后从这边走过来 大概一个锁骨上的二分之一处 就是他的一个尖三角肌 咱们也去给他画一下 就是画的熊壮一些 对不对 然后给他走进来 然后这边是他的一个腋下 然后这里呢 我就直接给他概括成一个圆柱体 走一下 这边肌肉再宽广一点 就让他再肥一些 稍微画一个圆柱体 然后再来去给他走 看这边收一下 这边从这里收过来 把这个柱体给他画一下 像我们如果就是你不想 不画这个肌肉练习图哈 就你可以直接把这个身体上这种结构 都去给他概括一下 就不要给他画的特别精细 稍微的去给他概括一下 用咱们的这个圆柱体和方体 露出来的地方呢 你可能就是需要去给他进行一个细化 但是不露出来的地方 就可以直接简单的给他概括一下 走一走 我看一下这个下边的这个手臂 给他走过来 也是给他概括一下 概括成这种柱体 然后这边是他的一个身体啊 身体这里的话呢 从这边走下来 大概在这个区域就有他的一个胸肌 胸肌给他扯过来 胸肌其实是扯到这边的腋下 给他连接过来的啊 然后这边也是他的一个胸肌 然后这边应该是他的一个定位的乳头的位置 可画可不画 这里就不画了啊 然后再往下走的话 这边就肯定是 胸肌再往下一点点 这个人物的上半身还是给他拉长呢 所以说可以给他往下走一些 好 走完轴 画这个胸肌一定要把这个结构的块状给他画出来 不要画这个圆的 画圆的 他就像女性的胸腔的胸乳房呢 然后再往下走的话 下面就是他的一些腹肌 对不对 就几块几块的腹肌 八块腹肌一直到下方 慢慢的走过来 这个腹肌因为被衣服遮住了 我们就不画 然后这里呢 把他的整个身体这边盖过一下 然后这里的胯 我就让他宽一点啊 就把胯稍微的往外顶一顶 因为男性的话 胯宽一点就好看一些 然后下方也是一个小小的圆柱 他的下手臂 然后这边的胯给他收进去 然后胯的话就像给他穿一个裤衩一样 这边也是侧过来啊 因为这一侧被手臂挡住了 看不见 如果看见的话 我们就要在这边去给他表面逆一下 然后走一下 然后呢 再接过来 可以给他像画这种裤衩的形状去给他画一下啊 这样 哎 这里不画的话也可以 哎 跑了跑了跑了 不小心点到了 好 然后呢 我们就再来去给这个人物进行一个细致的刻画 因为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把这个体块结构给他画完了 对不对 好 画完以后呢 我们就需要去给他进行一个穿衣了 就是一步一步的来 如果大家想要锻炼的话 就一步一步的来 如果觉得这样比较的繁琐 那也可以稍微的去给他简化一下 就是不画这一个肌肉的这一块啊 就直接去给他进行一个穿衣也是OK的 那现在我们来给这个人物穿一下衣服啊 依旧是我从头部开始吧 从头部开始 头部我现在就在这个结构上去把它的五官的位置标一下 这边是他一个五官的线 然后鼻子 然后嘴巴 稍微简单的概括一下 好 然后再走下来 耳朵 然后嘴巴的位置 我也去给他标一下位置哈 好 标完以后呢 我们再继续把这个人物的眉毛 眉毛也是 在这个区域给他标一下 然后再把他这个外轮廓给他概括一下 好 然后再开始在这个头部上 像他这些头发 我们就简单的在草稿的这个位置呢 简单的去给他勾一下 简单的勾下来 他的发型 走一下 好 做完以后呢 我们再接着往下走 走到他的脖颈的位置 给他画一下这个脖子 那这一个锁骨是露出来的地方 它必要 所以说这个锁骨我们要去给他加一下 稍微的加一点点 走进来 好 加完以后呢 你再去给他把衣服穿一下 就这里就开始给他穿衣服 穿衣服要有厚度感 就不要去 不要就是你看 比如说这里穿个寸衫 你就直接 这个寸衫这样绕过来 这样是不可以的 它一定要有这种厚度感在里面 而且这个衣领 穿这个寸衣 白寸衣的话 这个衣领就可以让他稍微的立起来一些 哎呀 我们给他立起来 立起来一下 然后这边也是 走过来一个寸衣穿一下 你看我的这个衣服画的是跟他的身体有这个距离感的 没有说完全去给他贴在上面哈 所以大家穿衣服的时候注意一点哈 他不是全部完全严丝和缝的贴在我们这一个人物身上的啊 然后下边这边走过来 你看我现在去画这个衣服 这个线条 我是不是没有说这样去画他 你看我没有说把这个衣服 哎 我直接这样竖下来去画 你看一下 这样竖下来去画他 你这样乍一看 他是不是就是一个非常平的一个状态呀 所以说我们在去画这个衣服的穿在身上的时候 要顺着我们衣服这个结构 比如说他这个是胸膛被顶起来对不对 所以说我这个寸衣给他会有这种顶起来的感觉 给他红过来 看到没有 我没有说是哎 让他往里弯 而是说给他往外顶 就是因为他这个胸膛的位置啊 然后顶起来之后下面就是他这个腹肌对不对 然后腹肌肯定是比我们这个胸肌肯定是把衣服顶起来了 然后腹肌就平缓一些些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给他顺一下去 这样他就有一个弧度走下来了对不对 然后再到他的腰的位置 我们可以稍微的收一点点 然后给他接下来 好 然后再去另外一边 同样的另外这个寸衣的一条线 我们也是同样的方法去画它 然后这里可以加一些扣子 然后这边也是走过来 给他胸进来哈 顺着他这个胸腔对不对 然后再来去把外侧给他画一下 外侧的话 这里的话 因为寸衣可以稍微给我们的皮肤挨的紧一点点哈 稍微的紧一些 就也可以稍微的让他宽一点点 这个都可以啊都行 然后再到他的这个手臂去把这个衣服 衣服这一侧外面呢 我们就稍微的给他画的稍微的有皱一点点 画一些这种弧度在里面 因为我们这个衣服呀寸衣 他贴在我们的肉上肯定会把我们的这个肌肉顶起来哈 比如说你像这边有一个公二头肌 那么可能他收下来的时候呢 哎被我们公二头肌这样微微的给他顶起来了 对不对 是不是有可能啊再往下走啊 稍微的给他加一点点 然后这边再走下来 这边也是你可以假假想一下 他被这个肌肉给他顶起来了 然后再给他收下去 然后这个地方就会产生一些褶皱 因为我们这个手是微微的有一些弯曲 所以他就会有这种挤压的褶皱 然后再去把我们的这个小袖子那种翻起来的领口给翻转卷起来的袖子去给他画一下弯进去 然后再来到这边 这一侧的话呢 哎我让他的肩更宽一点 我要把衣服再往上提一提啊 也可以按照这个肌肉走 当然这个肌肉走的话我觉得他可能有点窄 所以我再往起给他抬一点点 把这个衣服给他搞鼓一点点哈 然后这边的话依旧是到这个手啊 我先来把这个袖子给他画一下 你看我画这个袖子是怎么画的 我没有说是这样去画这个袖子对不对 这边这边去画这个袖子这样横着过来 而是说顺着我们这个手臂过手臂的这个转向给他走过来 你看对不对 因为我们这个手臂它是一个圆柱形 所以说我们把这个衣服穿在这个圆柱形上 他一定这个衣服是有这种幅度穿上去的 而不是说直接直直的给他画上去哈 所以这个地方也需要我们注意一下 把这个袖子的结构给他走过来 这边哎这边有一个阴嘴的地方 所以说这个袖子会微微的给他顶出去一些些啊 给他接过来 然后再到他的腰部 这边腰部他其实会这样微微的往里收 但这样收的话 这个催衣看起来就不好看 所以说这里稍微的给他往外扩了一点点啊 往外扩一下 适当的美型穿衣服的时候 然后再给他走下来 裤子就一个紧身裤给他贴起来啊 好 然后这边再走下来 然后这样一来 我们再把这个一关 这个衣服大概的这个位置 是不是我们就找到了 他就基本上是 算是一个穿上去的状态 然后我们再去给他进行一个细化 去给他加一点点的小褶皱进去啊 先把这个手臂给他画出来 这边的一个手臂给他接过来 好接过来以后呢 去把我们手部的这个形给他概括一下咱们的手掌 然后手掌的一个切面 然后从因为是背面啊 看不见哈 我们这边看不见 但背面这里其实会出现咱们的一个拇指 那我这里就简单的来把这个指头盖一下 简单的概括一下啊 然后从这边走一个拇指过来 啊卡了吗 卡了一点点 从哪个地方开始卡的 现在好了吗 现在还卡吗 现在还卡吗 现在有没有好一点呀 要不要哪个地方没有听到的 现在好了哈 好的 可以切换一下线路试一下 好的 来我们再来啊 再来把这个人物依旧是在下面这个手臂也去给他加一下 好 加完以后呢 我们再来去给他衣服上加一些褶皱在里面哈 用褶皱来表现一下他这个身躯 比如说这里的话呢 有这个衣服的一个纹路哈 这边我们要去给他加一下 衣服的一个就是这个哎 寸衣会有这些肩线 我们稍微可以给他加一下 然后再到这个人物 我们这边的一个这一块区域啊 咱们的脖子从耳后过来就有一个胸索乳突击对不对 但这个胸索乳突击还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 我们也稍微的去给他表现一下下 给他走过来 好走过来以后呢 然后再到我们人物的其他的位置啊 身上其他的位置 我们就可以看一下 这边是加一个玫瑰啊 然后看一下哪些地方还要加褶皱 比如说像是这个腋下这一块 是不是一定要有褶皱呀 不然我们怎么知道 这个地方跟这个腋下这一块 跟我们的胸腔是怎么区分开的 是不是 那我们就要去给他的褶皱给他加一下 那一般我们就给他画这种三角形 给他表示一下 稍微的加一点点 然后再到这一侧 这边一侧都是一个暗面的区域啊 我们这个寸衣穿在身上啊 其实会产生一些这种拉扯的褶皱 但是呢 如果这个 如果我们把这个褶皱给他画的特别多的话 就会显得这个衣服有点廉价 所以说我们就稍微的 这边褶皱不加 但是你要知道他有哈 后期给他加暗布 然后这个人物的话 这个身上还要给他背一个背带 背带也是有厚度的 我们去把这个背带给他背一下 然后这边的背带依旧是给他背下来 现在还卡吗 现在应该还好了吧 今天只换现稿吗 今天如果有时间的话 我会上一个平铺色啊 铺一个调子 然后明天给他细化 因为细化用的时间会比较久 好 这边背带加一下 我就把这个褶皱给他擦了 然后这边去给他加一个褶皱下来 好 这样我们再来去把这个底层给他关掉 让我们这个人物整体的这个感觉 是不是就出来了 对不对 然后像是这些手臂这一块啊 因为这边有一个公 公二头肌 对不对 咱们的尖三角肌 尖三角肌会鼓起来一些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边去给他 盖一些小小的褶皱出来哈 这也是为了去丰富一下我们这个画面 然后这里可以再来一个褶皱 去把我们的鹰嘴给他表现一下 然后像这边一侧呢 它都是一个 一个暗面 对不对 它的类面都是一个暗面 然后这边一侧也是的一个类面 接过来 好 然后在这一个基础上 我们再来继续啊 去把它这个五官给他进行一个刻画哈 然后这边是他的一个眉毛 你画完线稿了 这么快 是提前画了吗 这么完美 这么快 今天 行其准了吗 来 我们来把这个眉毛给他画一下 到这一侧 就是一个眉封 勾一下 勾完之后呢 你可以先上色试一下 把这个眉毛给他的眉形标注一下 好 然后这边也是来一个眉毛 这边有一个转面哈 就眉毛会有点转过去 然后再来到这一侧 这一侧就是去画一下我们的眼睛 然后就是这个就是定一个眼睛的位置嘛 然后定好之后呢 我们就比较好画他 也是画一个这种狭长一点的眼睛 给他走进去 然后双眼皮 也是窄一点的双眼皮 然后给他加一个凹身 然后这边也是啊 咱们的一个眼睛 这一侧眼睛也是有一个转过去的面 我们看不太清楚啊 给他上眼睛加深 下眼睛可以画的浅一点 然后把他的眼珠稍微的盖一下 你去上会儿书法课 好的吧 真的画完了 线稿画完了 怪不得我说你一直在问我 问我今天上不上色呢 好 稍微的去给他表示一下 可以练一下速写啊 练一下速写 然后这边 加一点睫毛 下眼睫毛 表示一下 然后这边是他的一个鼻子 鼻子 稍微的把这个鼻面给他画出来 画出来之后 我们可以细致一点啊 就写实一点 把这个 哎 他这个鼻底的这个结构 给他表现一下 你看 这样一标 他是不是就比较清楚 然后这里呢 就画他的一个鼻孔的位置 鼻孔走下来 是不是 然后再到我们人中 这一侧 先扯了 好的好的 拜拜 拜拜 再给他接下来 就是把我们这个人物的五官呀 什么都找准一点啊 然后再来画一下这个嘴巴 嘴巴这个就是他的一个线 线的位置啊 这个嘴巴 把他的中线给他画一下 好 然后再来 就是把这个嘴唇 哎稍微的戴一下 然后把旁边都给擦掉 眼睛好好看 眼睛就是 把他的结构表现出来就可以了哈 好 下嘴唇 哎 上嘴唇 这边我就画实了哈 画实了的话 大家一会看他像香肠嘴 所以说我稍微擦淡一点点 就只表示一下 不然一会你们看着他 觉得他是一个香肠嘴男孩 喜提香肠嘴男孩的名称 好 然后再来 这边 这个下嘴唇我也不画的很厚哈 也是只表示一下哈 就我不想让他变成香肠嘴 但是我们如果要去把他的位置都标明的话呢 是必不可少 他就会变成一个香肠嘴 那你后面去上色的时候 再去给他细化一下 他就不会了哈 好 然后再来把这个下面画一下 小下巴连接过来 连接到他的脸部 他是不是就出来了对不对 出来以后呢 我们可以这个下方可以把他的小投影给他打上 这边是他的忍忍忍忍的位置 稍微的表示一下 就像这样刻画的细一点点 我们待会去 然后到后面上色的时候就比较好刻画哈 然后这个人物的脸部这一块是他的一个 颧骨的位置 从这一个眉毛这里下来 到这一块 就是他一个颧骨的位置哈 所以说我们一般打高光呀 就可以打在这个地方亮一点点哈 一般的光亮也是点在这个地方 然后下面这一块呢就会稍微的暗一点点哈 好 那我们现在就给这个人物来进行一个 呃勾线 我稍微把这个手细化一下再勾哈 把底层打开 哇这个底层看不见 熊 是吧 这手 只不过没画 只不过只是打了一个草打了一个草稿 这边走过来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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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画这个男性的手可以给他画的稍微的写实一点点 因为写实的话就比较的符合他的这种风格哈 把这个结构给他 稍微的概括一下 擦一擦 嗯这边啊这是没有擦干净的地方哈 我说他总是有一点点像是有草稿在底上一样 其实是我没有擦干净 我给他擦干净一下 我们的爱情到这儿更刚好 再不正也不吵 不必再煎熬 你可以不用记得我的好 我们的流浪到这儿 这个指头 如果是女生的话 这个指头可以画的这样的娇俏一点哈 就尖一点娇俏一点 然后再加个指甲 让他更翘一点 人在画这个男性的话 就可以给他画的圆一点点 然后到这边的指头 小拇指 啊这样的话这个地方我让他空有一个空隙给他空出来哈 然后再来到这个下方这边的手就会有一些小褶皱 就是他的一个他的一个小鱼记 小鱼记稍微的给他表示一下 好小鱼记后面这一侧就大拇指这边的一个小鱼记 大鱼记了 这个画的有点长 稍微的给他遮一遮 然后再从这边走过来 好 然后这边再给他修持一下 再把里面的这些结构画一下 这边是第一个这个节点 然后这边第二个给他接过来 然后再来一个小一点的 就把它的这个手部的这个结构 我们稍微的去给他带一下下 这样我们在后面去上色的时候可以给他 哎 找准位置去给他进行一个细部的刻画哈 好这个玫瑰花我们就不画 最后再去给大家演示 稍微给他细画一下到这一次来 好 那这样呢我们整个人物的这一个草稿是不就完成了 好草稿完成以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去给他勾一个线稿了哈 就是这个线稿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给他勾的稍微的细致一点 这样就是把一些位置标明到我们后面上色的时候就比较的好上色 那我这里就简单的来去给他勾一下 把它关掉 就给他稍微的瘦就是不透明度降低一点点 这里我就给他换一个蓝色的线勾了 然后从我们的这一个头部开始哈 像是这个头发哈 我建议大家再去给他勾线的时候 因为我们最后像这些地方其实都是不要线的 只是在一些局部的地方我们会把这个线稿保留起来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精细的金稿 也是一个也是相当于草稿的类型哈 但这一个这一个步驻其实是为了为我们后面去给他进行一个半后图的时候 进行一个参照 就你在因为如果半后图你直接用颜色化 没有一个线做参考的话你可能会很懵逼 大佬可能不知道怎么去给头发进行一个穿插遮挡 所以说在这一步的时候大家就可以来把我们的头发结构给他画一下 你看从这边一来这是一铝我们给他表现一下对不对 画的细致一点表现一下 给他转过去 然后这里呢我这边可以给他分一点点出来 就分一小铝给他分出来 然后从这一块过来这里有一 这里有一大坨正好把它给交住 那这一大坨他可能 哎我们给他设计一下 从这边走过来 对不对 走过来以后呢 我们再接一坨 接一坨走过来 就是你一坨一坨的去设计他 把这个设计好 然后会对你后面对明天的对周六的绘制有很大的帮助啊 你看这边走过来一个然后再给他接过去 这是不是就是又一缕了对不对 这一缕过来以后呢我们再来 在他的前方再来一缕 就是你可以选择性给他压住也可以不压住他 就像我们之前画那个唯美少女的头发一样 一个只不过一个长发一个短发 但是他们的这种交叉关系都是相同的 好这边再走过来一个一大缕 那这一大女我就选择性的去给他压一下 走过来 好给他压一下 这是不是就又来了一缕好 这一缕之后 从这一女下来之后 我在这边再去给他接 接一小缕过来 把他的这个发型给他勾出来 勾一根出来 然后这边一根再接过来 可能他就是给他分两缕出来 这边拿一缕走过来 然后这边再走一缕 接过来 可以往这边插吧 这边穿插一下 去交代清楚 你看这样前面一块刘海的这个 发丝是不是就出来了 这种发块一缕团的发块就出来了 是不是 然后再到下方 这边可能就是咱们的耳边发 稍微去给他勾一下 好勾完以后呢 我们再来到这个头部 这个中间的一块 我们就给他分驴 这边分一大块过来 这一大块可能就围绕着我们的头给他转过来 转过来 转过来 就给他画的细致一点 把里面都给他画出来 然后这是一大缕哈 这一大缕的话 我们可能给他接到这一块过来 就从这边一块给他 哎接一缕过来 接一缕过来之后呢 这不算完 哎 我们从这边再去给他出一缕 那这一缕我可能给他进行一个遮挡关系 对不对 给他遮过来 遮到这里 然后从这边接过来 那这个下方我们就要给他擦掉 那这一缕再给他画的糊一点点 就是一缕一缕的来 去给他接一下 哎 接过来 让他再糊一点哈 就是弧度 顺着我们这个头的这个弧度走 好 然后再给他接过去 从这边走过来 走过来以后我们再来 然后里面的话 这一块就是 就我们就把它当做一大缕 我们先给他画上面的 然后上面呢 我们继续从这边走过来一缕 哎 男生的头发就可以简单一点 虽然他是一个霸总 对不对 那个花花公子的霸总 然后这边一缕呢 哎 让他再大一点点 就跟我们后面的破个形 走一下下接过来 这个就是我们初步的去给他设计一下 头发里面的一个走向 把这边再接过一缕走过来 从这边走过来吧 接下来 好 然后再给他交一缕出去 然后这边再接过来 然后这边再接过来 这边可以再出去一点点 就是我们再去设计一下他这个头发的一个 哎 走向啊 接过来 好 然后在这个下面呢 这个里面如果我们觉得他还不够的话 还是不还可以再去给他设计 比如说这一牛 我让他再长一点走过来啊 正好给他胡过来 就是边画边修改 修改他里面的这个发丝的走向 就是想象一下这个男性梳头 梳这种有点像油大背头的这种感觉哈 油背头 好 然后给他接下来 接下来 然后再到他的这个耳朵 耳朵就要稍微的出去一点点 然后再把我们耳朵的这个线条也去给他画一下哈 这样你去画的细致一点到你后来的话去上色的过程中就会非常的方便 这个当然就限于我们这些初学者 然后等大家画熟练了以后就可以不用画这么精细的线稿了 然后再到旁边这一次来我们也同样的再去给他设置积累把这个头型给他表现出来哈 比如说这一块再给他从里面再招一旅进去 这一旅招进去啊 再招一大旅过来 这一大旅可能里面再去分一个小的 翻进去 走过来 好 然后这边再走过来一下接过来 然后再来一旅 那这一旅的话我们给他交进去哈 直接给他接过来交进去 然后外侧再去给他来一旅 就自己想象一下 设计一下 好 凭空想象 我们现在就是凭空捏造他的这个发型 再走过来一大旅 好 好 然后这一旅的话 走过来之后再到外侧可以让他 比如说外面就是跑一根出去 让他这个头发稍微的蓬松一些 再走过来 这边再接过去 好 然后外面可以再去来几根 你看 现在我把下面关掉 我们这个头发的这种结构 里面的这种结构 是不是就出来了 对不对 那像是这这种里面的这个结构呢 我们再去把它给穿插出来之后 到明天上色的时候就非常的方便的啊 我们就知道该如何去走这个头发了 那这里有一缕的话 我再给他 收过来 再给他变一下 嗯 这边胶过来吧 给他穿进去 好 然后这个外侧可以再去飞几根头发 然后像是这些胶身的地方 然后可以给他可以着重一下 这种香蕉的地方 就可以给他加深一下 可以像这种闭色区域 可以去给他填补一下 这样这个头发的一个关系就有了啊 关系和层次就有了 然后像这边一个闭色的区域 稍微的填补填补 当然是为了方便我们自己看啊 稍微填补一下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到这个脸部 然后像头发前面的这一块 我们就给他画这种尖尖头哈 这种不规则的尖尖头 去给他表示一下这个发际线 表示一下这个帅哥的发际线 发际线不能太靠后了哈 太靠后了他就有点突 好我们再来到这一个头部 画这个头部的时候呢 我们也也也需要注意一下哈 注意一下他这个头面部的结构 因为我们面部是要去细刻画的 然后这个地方是咱们的眉骨 所以他会突出去一点点 我们去给他表示一下 然后再给他收进来 收到我们脸颊的这一侧 收进来收进来之后再连到我们的鼻子 鼻尖给他挺出来 收过去收回来这个鼻尖 我就不画的这么一尖呢哈 稍微圆一点 圆过来 然后像这种鼻子的结构 我们还是用这种浅一点的线条 虚一点的线条 去给他稍微的概括一下啊 这样我们就知道这个鼻底啊 鼻底下方这一侧哈 这个我排线的这一侧 它就是一个暗面 那我们明天在上色的时候 就会试半功倍了哈 我们就知道 哎这个地方是暗的 那你再去上色的时候 就可以考虑把下面这一块 去给他加深了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得知道 好 然后再来 到嘴部 嘴唇的这个地方 嘴角加深 然后去给他连过来 这边都浅一点点 然后再到我们下方的这个暗部 这一块就是一个暗部区域 我就去给他加重一些 然后给他连过来 就是我们现在画这个草稿 画的这么精细哈 就这个线稿 画这么精细就是为了明天 哎 为了我们去上色给他做一个准备 好 然后把眉毛去给他 哎 好好的勾一下 好 这边的眉毛也是的 给他稍微的勾一下 好 然后再来到这个眼睛 眼睛我们也是哈 就是把这个上眼睛 稍微的去给他勾深一点点 双眼皮轻轻的带一带 上眼睛深 下眼睛就要浅一点点 带出来 然后再把他的眼珠去给他 哎 定一下位置 对不对 稍微的定一下下 眼睛的结构就不要搞错了 这边也是里面还有一些这种褶皱 给他画一下下 然后再到他的双眼皮 双眼皮一般都是在眼窝的这一侧 会深一些啊 眼窝的这个窝心处深一些 其他的地方就稍微的浅一些 然后来把这个眼睛给他画一下下 侧面的眼睛 他就微微有的有点偏这种 三角形的形状哈 依旧是上眼睫 我们可以适当的去给他加深一下 那像是这个突出去的地方 也是可以给他变浅一点的 去给他眼睫毛 有狭长的眼睫 对不对 帅哥都是拥有狭长一点的眼睫 浓密可以在上面当鞦韆的眼睫毛 好 然后我们再来 然后像脸部的这一块呢 我们要知道这个结构哈 就是可以 你可以不 呃 不给他表明出来 但是你得知道这边的结构 这样明天你去刻画的时候 就会稍微的好刻画一些 好 然后再到下方把它的这个脸部 线条给他稍微的勾勒一下 好 再到后面的这一块区域 搏颈 搏颈 给他勾一下 这边也是搏颈过来 下方哎 搏颈给他出来 出来以后我们就去把这个锁骨 锁骨的话 不要去把这一条线粘过来哈 这样粘过来是不好看的 我们就直接把这个锁骨窝窝 表现一下 然后这边 然后再到这个中心的位置 稍微的给他画一点点线条 表示一下就OK了 然后像是这个凶索乳突击 依旧是不要一条线粘过来哈 这样粘过来就非常的呆板生硬 眼睛好看羡慕 你也可以 然后这边的这个凶索乳突击 我们就轻轻的 哎 找一条线去表示一下 不要给他连一条死线哈 连一条死线就不好看了 稍微的去给他收一收 戴一戴 好 然后我们再来到这个衣服 就来再去把这个衣服穿一下哈 这个衣服我们就可以勾的不用那么细致 因为我们明天的话 这个衣服就不要线了 衣服基本上都不要线哈 那我这里就把衣服勾随意一点咯 再稍微的给他戴一下 我们画这种半后图的线稿就是 主要目的啊 大家记住主要目的是为了让我们 就是在后面上色的过程中更顺利哈 不是说啊就是后面要去把线稿做彩线 线稿是我们画面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那没有哈 半后图里面线稿并不是我们画面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哈 然后去把他这个衣领这一块表示一下 衣领的结构 还要像这个背带 连接上 走过来 嗯 下方 衣服的这种小褶子 我们也是去给他戴一下下 这褶子的地方哎 就要用线段给他表现出来 来这边一条线也是有一些小褶子 我们稍微的去给他概括一下 嗯 然后再走下来 好 这边的褶皱我们去给他哎 稍微的容易用线 加一下 好再来去把他这个袖口 哎 这里面是他的一个类面 我们可以去给他卡一下臂色 当然这个臂色也是啊 根据个人的喜好和风格 可卡可不卡 好 再来去把这个手臂的线条给他绘持一下 好 然后再到这一侧 衣服出租地方了哈 从这边出来 衣服出租地方了哈 从这边出来 嗯 接过来哎 领口给他接过来 然后这里的话 我们到时候把这边一侧都给他画一个暗面 所以稍微的去给他用线勾一下 这边也是哈 稍微的用线表示一下 给他注明一下这个地方 哎到时候要去给他上颜色的 下方这边也是 然后再到这一侧 然后再到这一侧 再下来我们来把这个绣口的地方也是去给他表现一下 所以这里就是把我们这一次哎就要把他的结构给他交代清楚就方便我们后期的绘制 这边也是哎稍微的接一下 线和线稿在什么时候不要闭合呀 这个没有什么固定的要求哈 我因为我现在这个画的算是一个精草不算是完整的线稿 因为我们这个半后图后面是不要线的啊 就是很多地方不要线 着重的地方才要线 我一般就是在什么时候不闭合 就是怎么说我按照我个人的风格哈 我个人的喜好 我是在一些画非常长的长线段一笔画不下来我就不给他闭合直接给他接下来 当然这个就是看风格哈 如果是日系的话你就不可以这样做 就日系的话你就得都闭合 但是因为我画的是偏古风类型的哈 所以说我就可以这样做 先搞画完了这么快 行有没有画准呀 行一定要给他画准一点啊 哎接进来 好然后在下面把他的裤子给他画一下 走过来 你看像这个衣服上呀 还有这个裤子上的线呀 我们都是不要的哈 就明天上色之后都是不要的 就现在只是给我们做个参考 看一下他这个结构在哪里 在你的天涯海角 一颗星较 想给你一个拥抱 让全世界知道 遇见你我才知道你对我多重要 没有人能感觉到你最甜美的笑 我再不用把别人寻找 哈哈 发总可以穿的更帅一点 对可以去给他整个西装穿一穿 再给他穿一个 原本是打算穿西装的哈 但是我后面前思后想 算了不穿西装 哎就穿一个露肉的 这种花花公子露肉妆 好 然后一边再走过来 把我们的小指头 先换一下小指头 对我多么重要 你对我多么重要 你对我多么重要 这边擦一下 切过来 好 我们再来到下方 把这个手臂这一侧都挖一下 然后这边也是我们给它好好走下来 插进去插在这个手臂里面去 好我现在刮一下 看一下整体效果 那这样一来 这个整体人物是不是就出来了 然后像这边可以给它接下来脖子 接在衣服里面去 这边也是接深一点 把实一些 好 然后像一些有臂色的地方 然后大家也可以去卡一下 cota可不卡 然后这样来了以后呢 我们这个人物基本上就 哎整个精细一点的线稿就出来了 对不对 精细一点的金草 有画手的笔刷吗 最不会了 什么画水笔刷 啊 画手的笔刷 画手能有什么笔刷 就是偷念吗 念了之后多画一画吗 车里的 变得帅 然后这样做好了以后 我们需要在这个图上来进行一个分析啊 嗯 就是我现在拿一个红笔哈 这个图它是有一个光影的感觉 我们的光应该是从这边走过来的 对不对 从我们的右侧 所以说我们整个人物的话 我们在画的时候就需要注意它的一个光影关系 那像是有暗 我们就先来标一下暗面的地方啊 我就用红笔标这个暗面啊 你看像这一侧的内面 它是不是应该都是一个暗面 对不对 那这一个这那这边一侧呢 因为我们的光从这边走过来嘛 对不对 这边是光走过来 那这一侧应该就是一个受光的 但是受光的话 它这一侧啊 就跟我们脖子贴紧的地方还是有点小阴影 我们要去给它表示一下 然后再到下方的话 这一个人物的整个身体这个部位啊 因为有一个衣服的这个遮挡啊 这一侧我们都是一个暗面 就是会暗一些些 给它表示一下 然后表示完了以后呢 然后像是我们的整个脸部的话 哎 我们光从这边打过来的话呢 那它这一边基本上都是一个偏量的区域 但是呢 到这边一侧 它就是一个暗 稍微暗一点的区域对不对 按完以后 咱们的鼻底这一块 虽然光从这边打过来 但是鼻底下方依旧会稍微的暗一些 特别特别是人中的地方 这个鼻底我们就人为的去给它稍微的暗一点点 为了就是把它这个体积感塑造出来哈 然后到我们的脸部 因为脸部这边 哎这里的话呢 是咱们的一个颧骨的位置啊 这一侧依旧是一个亮的地方 然后到颧骨的这边的下方 还有像这个眼窝的地方 我们全部都是可以去给它加深的 还有这个下方 这一块去稍微给它 给画的深一点点眼色啊 现在标明一下 然后下巴和耳后这一块 为了跟我们的脖子有区分 人为的可以给它稍微的加一点点的小暗部进去 做一个区分 然后头发更不用说了 这一边一块呢是个亮的 然后到这边一侧呢 它会有一个暗的 然后在每一块里面哈 这每一块里面稍微有遮挡的地方 都会有一个暗的 还有像这种闭色区域 都有一个暗的哈 因为头发比较细 所以我们明天再说哈 好 然后再到这一个身体 身体的话我们就简单粗暴一点点啊 然后右侧像这种褶皱的地方都是一个暗的 然后这边身体有遮挡 然后还有下方这一块哈 它都是一个暗的 对不对 都是一个有暗面的地方 还有像这个背带延续到我们身后这个一侧啊 它都是有一个暗面哈 这边看 它都会有一个暗的一个小投影 自然的投影 然后这一侧我们的这一个寸衣 投射到衣服上一个投影也是有的 然后这下面哎我们领带领口的这个地方自然的一个小投影 这边一侧也是啊投影 然后这边一整侧啊在我们的这一侧左侧这一块都会暗一些 在暗里面呢 像这个手臂的一个遮挡关系这一块也是一个暗的 我们要去表示一下然后这个内面是一个暗的 然后下方这一块全部都是一个暗的哈 这样一来我们就整个把这个大的这个暗面就找出来了 我们再去上色的时候就比较好去刻画它了是不是 然后裤子这一块也是啊 这一侧就稍微的暗一些 再到下面还这些有投影的地方 好 练习吧对练习了 好像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图层也透明度稍微降低一点点 把它放在我们的上方去啊 我们在去画的时候呢 哎他就是我们的一个参照了哈 我们再去给他上色上光影的时候就是我们的一个参照了 现在来把线换成一个黑一点的线条 我们来把这个人物进行一个平铺色的处理 这个人在这里啊 嗯我在我把下方刚刚打的草稿全都删掉啊 好然后新建一个图层 我们就用这个硬边缘压力大小 硬边缘这根画笔 然后去给他做一个平铺色 先从这一个头发开始 这里我就直接去吸色了啊 吸它的一个固有色 除一下 大家还是要自己上色的哈 稍微降低一点点不透明度 橡皮擦也切换一下 全部都去给他铺一下 这里还是用一个硬边缘压力大小去铺色 这个边缘如果像头发这个边缘 如果你卡不了这么整齐的话 没有关系啊 可以不卡这么整齐 我明天做细化的时候 你再去给他配卡整齐一点 也可以 稍微的 把颜色铺一下 这些区域我们先整体这样画一下 等明天给他做细化的时候 再来去把这个发际线的这个操作 这个位置给他标一下 就是给他画的好看一点 我们把耳朵的位置给他露出来 然后把皮肤上在我们头发的下方去 稍微的把这边的头发画一下 画完以后呢 给他擦个尖头出来 把这个外轮廓给他标明一下 这边也是 我们给他带过来 我刚刚说错了哈 我们这个案例是在 周五的时候 后天周五的时候来去画它 刚刚说成了周六 周六大家就要上 秋版了 好这样一来我们头发 皮肤色铺好了哈 铺好了以后呢 再来到我们的皮肤 皮肤我们的脸部和脖子 大家分开上色哈 先来上一下我们脸部的颜色 脸部的话也去选一个它的 顾有色去给它上色不要选过亮的也不要选过暗的 这个脸部的话 因为不要线哈 所以这个外边缘轮廓 大家就给它勾清楚一点 卡明白一点点啊 你现在卡明白了 待会就不需要 哎再去吸化的过程中 就不需要再去卡它了 全部都去给它卡一下 好然后这一侧也是走过来 擦除一下 把这个剥出去的地方擦除一下 然后再来把我们的脸部给它填一下色 稍微的填一下 然后把有白边的地方稍微的修着一下 好 然后再去下方新建一个涂层 把这个皮肤也就给它上一个色 看到了哈 蓝墨同学 蓝墨同学来晚了 没事补回放哈 抽空补一下回放 这边也是给它涂过来 然后再到这个身体 身体就大胆涂一下吧 因为我们这个把衣服放在这个皮肤上方去哈 然后这边的话 补起来 下方也是 好 然后我们再来把这个衣服涂一下 衣服我就给它放在这个皮肤上面的哈 衣服也是选取一下它的一个固有色 然后来去给它铺一下 我们一般铺的话就选固有色会比较好哈 不要去选择它的一些暗面呀 或者是亮面的颜色 这样不方便我们后期去给它添加 衣服的边缘大家就卡清楚一点 因为我们的衣服是需要去给它进行一个 哎 不要不要边线的哈 全部都去给它勾一下 我们再去勾这个的时候就先把它的边缘勾出来哈 就不要去给它涂色把边缘勾一下 边缘勾一下之后 我们可以直接用这个游戏筒去填一下就快一些 全部都用我们的色去表示它 这边也是 哎 给它走不下来 看似从容不迫 哦哦 就会无人 只想我 在心里 爱你爱的 傻 好 然后下面这个 这个暗面的一块我们就给它画一下 我来我把这边涂一下啊 这个裤子就放在衣服的上面啊 好然后这一块就用油气筒填一下啊填好了我多复制几个啊让它把这个白边去掉 好 好然后再来到这边 我们也是同样的方式去给它铺一下 手 手这个地方我们就要好好的去给它哎把线条勾一下了 我也是同样的 所以说我们画画还是要非常有耐心的 你看我们就是搞这个东西 铺平铺色 又没有什么快捷的方法 就只能我们一笔一笔的去勾 其实很多时候在画这种画的时候 都是你们越往后画 就越知道快捷的方式 用的很少 因为快捷的方式确实出不来效果 之前有一个学生问 就是在基础课的时候 不是要打型吗 对不对 就用我们的三圆形去打型 学生问他说 都是用圆形和矩形 那我为什么要自己画 我为什么不用PS自带的矢量工具去打型 那这样我是不是画的更准 就是因为矢量工具出来的东西就很正 圆形就是圆形对不对 然后矩形就是矩形 他就说为什么不用这个去打 为什么要用手画 这个问题也确实让我们 我着实无语了一阵子 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有人说画到后面你就知道了 为什么不用这些东西去做 如果都用 如果用这些东西去做的话 那就不会有这么多好看的画作 在市场上去流行吧 因为自带的就像这种工具 它为什么叫工具 就是因为它不能 它只是一个辅作的作用 它并不是起一个决定性的东西 用这些工具画出来的东西 往往会呆板一些 程序化一些 这也为什么是首绘的价格 比版会的价格要高 而且就是这种版会作品 防首绘的价格也会更高一些 特别是股风 就是股风价格 大家应该知道 股风价格还是挺不错的 就因为很多股风 就是一个防首绘去画 像是 一些股风 就是仿这种首绘的感觉 然后画面完成度很高 然后一般都是 接商稿画大稿子 那可能一张稿子 就是五位数起 一的四位数 多的五位数 然后像一种 我们平常常见到的 这种Q版头像 就是完全这种很光滑 没有任何激励的 这种Q版头像 然后整体就比较简单的 这种Q版头像 一般大家也看到 价格都不高 对不对 才几十块钱 这个就很正常 就是因为这个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这里我也去给它填一下 因为我不想再去细细的给它涂了 把白边给它削一下 这边也是白边给它削干净 好的 然后再来到 这边还有 这个是足了的 我们来到这个裤子 裤子就新建一个图层 在上方 依旧去找一下它的固有色 然后把这个裤子给它画一下 你看裤子虽然是黑色 但我是不是没有用纯黑色 只是在我们的画面里面 对比来说是一个较黑的内容 但是没有用纯黑色 就是咱们的画面中 不可能出现纯黑色 旋转一下 手绘就是用纸画 对呀 纸的传统 我们所指的手绘就是用纸画 这种传统的 但其实我们的版绘的话 也是用手画呀 只不过是工具是板子嘛 但是手绘的话 就是工具是 工具是纸张嘛 感觉好难 还没画呢 怎么就觉得难呢 等你画了再说啊 没有画就没有发言权 来这边也是给它 哎哎 竖下来 也很像 给它竖下来 我就不用再去擦它了 好 然后再来 好 那这样一来呢 我现在把线杆关掉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一个人物 他的整体的颜色 我们就给它铺出来了 铺完以后呢 我们明天再去给它做一个细化 那这里的话 铺完之后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的话 是在脸上 脸上这一块 我去给它调整一下 把我们头发 把我们头发擦一擦 往这边擦一擦 然后给这边的头发 这边的头给它顶过来 好 这样才差不多啊 擦一下 然后明天就来去给这个人物做一个细化啊 今天就给它铺一个平铺色 感觉好了 还好还好 不是很难 好的 那我现在就来断一下直播间呢 马上进来 大家有问题就提问哈 没问题就下去画作业 谢谢